美國紐約州的新政策上路 要求九月二十七號前 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得要打疫苗 不然就會被解僱 同時是領不到失業補助 聯合航空也要求自家員工接種疫苗 否則會面臨滋檢 目前有約六百人 恐怕是會丟掉飯碗 至於在澳洲 雪梨在下個月就即將解封 但是沒有打到疫苗的人 恐怕會面臨許多的限制 美國紐約州新規定上路 要求醫護人員在九月二十七號前 至少接種一劑疫苗 否則將面臨解僱 同時領不到失業補助 紐約寄出新政策 強制醫院護理人員 養老院工作人員接種疫苗 截至目前 紐約州已經有超過84%的 醫療人員完整接種 但還是有上千名醫護人員 不願施打 而為了避免資遣後造成人力缺口 當局已經想好配套措施 另外 聯合航空宣布 除了宗教和醫療因素 將開除不願意打疫苗的員工 總計有593人丟掉飯碗 這也使聯合航空成為全美第一家 要求員工全面接種疫苗的航空公司 而在未來幾年 聯合航空預計要招聘 2.5萬名員工 疫苗接種會被列入就業條件 儘管確診病例不斷 澳洲尋求提高疫苗覆蓋率 加快腳步 解除封鎖令 新南威爾斯省宣布 自10月11號起 將開放完整接種疫苗者 可以光顧酒吧 健身房和美法院等社交場所 屆時未接種疫苗的人 將面臨重重限制 無法參加社交活動 恭喜新聞本編譯